在底下讲长远 这个佛门长述 万般降不去 唯有一岁人 这两句话词的 不愣平复 莫不解压 过种忧苦无尽 故意晚断了 这个世间人 谁没有这个苦楚 多有 这个苦从哪里来的 从分别执着来的 你有这个执着 你就有这个苦 你不执着了 就没这个苦 财物有很好 没有也很好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你就苦了 常常想着 财物不是我的 我到这个世间来 吃苦苦的来到这个人间 什么也没带来 将来走的时候 也是吃苦苦的走 什么也带不去 那换句话说 这个世间 有人 我暂时 用到它了 要想着 要想着都是暂时 借我用下的 决定 决定 每一个念头 是居为无有 那就做了 你就有负担了 你就有累赘 有忧虑 有牵挂 一大堆 一大堆的烦恼都来了 像我们住旅馆 没烦恼 为什么呢 很清楚 这个房子 居住的都不适合的 我明天走了 走了也不会再牵挂它 用这种心态 住在这个世界 是很快乐的 我们到地球上来 观光旅游的 这个里面 人世环境 物质环境 与我丝毫不相关 我可以欣赏 可以有乐 绝对不会有个念头 居为己有 没这个念头 控制了念头没有 占有它的念头没有 就此来了 有这个两个念头 叫造业了 这两个念头没有 那叫敬意 真的 你可以享受它的敬意 没有占有 没有控制 这个态度就好 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家 眷属 和景 这是佛劝的我们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